我觉得你第一次录这个节目 有人有余的嘞 哈?有人有余 可搞笑了 哪有?你不要嘲笑我好不好 众所周知 我们的客栈播出后 就迅速霸占了热搜 大家倾听姚晨 沙翼、唐嫣、张杰、张欣成 他们的高堂阔乐、妙语莲珠 快乐不断 虽然节目只在客栈周边行动 但设计的游戏倒是让大家都玩得上眼了 在新一期节目中 潘长江和蔡明老师刚到现场 就受到了常驻小伙伴的热情欢迎 而唐嫣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在常驻客栈 也是撑起了节目最主要的一片天 越到后期越放飞 待被人非常和善 爱玩爱笑 似乎任何人都和他聊得很嗨 明明是孩子妈妈了 并且要笨似了 可状态宛若少女 像个小姑娘一样 行为举止都很圈粉 近日 张杰出行某活动 在采访时 他谈到了节目中的唐嫣 大家在客栈既能闲下来好好聊天 也会在游戏环节里相互对 当然最讨喜的当属唐嫣 如今39岁且已经结婚生子的唐嫣 能有这么好的状态真的很让大家稀罕 上次作为老前辈的潘长江 竟然不知道唐嫣已经结婚了 哈哈 但张杰随即透露道 上次我和沙翼还调侃唐嫣 问其每年花多少钱美容 对此 大家也是八卦 而张杰解释 唐嫣说自然美就是真的美 还说不要刻意去买化妆品啥的 心宽才体胖 才是最好的美容 还说家里的化妆品都是罗进买的 每年就千百块钱 还让我们学着点 哈哈 随着我们的客栈的更新 观众也发现了唐嫣 不同于其他女孩子的另一面 在接下里的节目中 唐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综艺我们的客栈第六期节目 有一个环节是让嘉宾们讲述最什么的故事 获得食材 有一个题目设定是最奇特的事情 唐嫣讲述了自己拍戏时遇到的神奇事件 不仅奇特而且非常奇怪 唐嫣讲到自己有一次拍戏 因为自己是近视眼 晚上睡觉之前要把隐形眼镜给摘下来 唐嫣把眼镜放在隐形眼镜户里和里面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 两只眼镜齐齐整整的像被刀剪掉过一样 听到这个故事 蔡宁立刻发出了为什么的惊呼 唐嫣表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住这个房间 蔡宁忍不住惊呼 聊摘杨迪 询问唐嫣被剪成什么样了 唐嫣有点气愤的表示 一看就是很利的一刀剪下来的样子 是不规则型的 在场的人听了这个故事 心里应该都有想法 没想到杨迪却说一定是自己什么原因碎掉了 而姚晨也询问会不会是质量不好 自己裂开了 而唐嫣却不满的反问 那为何是两只同时裂开 这个时候节目组后期字幕打出了温馨小提示 隐形眼镜护理不倒或者质量不佳 都会导致隐形眼镜破损或者裂开 这个温馨提示 不知道是节目组在表现求生欲 还是避免话题影响扩大 被福尔摩斯的网友扒出幕后之人 也不知道蓝台是不是被舆论搞怕了 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有争议的 如果发酵下去肯定能冲上热搜 甚至能占据很长时间的话题度 毕竟从唐嫣在节目上的形容和反应 这件事情更像是有人故意为之 听到这个故事 小于第一反应是唐嫣被人整了 弹幕上有网友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因为两个眼镜同时坏掉的几率很小 并且唐嫣也强调了 看上去就像是被力气剪下来的 和一些网友讲述的护理不当 破裂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 唐嫣入行较早 性格也比较温柔软糯 当初红到发紫的时候 还被渣男当女庸人使唤 而他却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偶像包袱 是一个对人很真诚 对身边人都很掏心掏肺的一个人 这样的人在污浊的娱乐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所以被整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如果真的是节目组温馨提醒那样 是唐嫣使用不当 在杨迪说眼镜自己坏掉的时候 唐嫣就应该认可 而不是在姚晨说质量问题时 还提出反问和质疑 可见这件事情在唐嫣心里一直是一个疙瘩 唐嫣之后也是一直戴隐形眼镜 如果真是自然损坏 他现在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奇特的事情 拿出来分享吧 小鱼也上各大平台搜索了下网友们的发言 有的朋友 隐形眼镜偶尔会出现裂口和一些毁坏痕迹 但是没有人遇上唐嫣描述那种情况 和节目组的温馨提示相比 张杰在唐嫣之后的发言 或许才是唐嫣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毕竟张杰和唐嫣性格还蛮相似的 在这个节目中也比较聊得来 所以两个人对奇特的理解或许是同一个意思 唐嫣讲述完之后 张杰也讲述了自己的奇特经历 是被校园霸凌的事情 读初中时 走在教学楼的楼梯间 因为从两个男生中间过了一下 就被莫名其妙地扇了一巴掌 之后又被一脚踹飞 张杰也透露自己的新歌 你你你就是在写这个事情 张杰表示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 那就是校园霸凌 把这个事情写出来是自己年少一种发泄 也是希望其他朋友遇到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意识到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 被被校园霸凌怎么也算不上奇特的事情吧 而张杰紧跟着唐嫣后面讲 很明显是受了唐嫣的启发而产生的联想 所以唐嫣的奇特经历 很可能是被剧组某些演员霸凌了吧 2月19日 有网友发文称 在看张杰话剧曾经如是时 偶遇到了唐嫣和谢娜 照片一经曝光便引发网友不小关注 虽然唐嫣和谢娜曾有过多次同台经历 但俩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有交集 如今俩人罕见同况 一起约会看张杰话剧 关系仿佛在一夜之间变得亲密起来 网友镜头下的唐嫣身穿红色大衣出镜 卷发披肩戴着黑色被雷帽 一身休闲穿搭时尚亮丽十足 谢娜坐在唐嫣旁边 口罩遮面的她还故意压低了帽颜 舞得十分严实 神秘感大增 很好奇网友到底是怎样认出来的 与唐嫣一起同行的还有好姐妹王冠 三个人坐在一起开心聊天 氛围融洽十足 唐嫣身长了脖子积极参与 看起来好可爱啊 虽然几个人舞得都很严实 但属于美女的氛围感还是有的 甚是扬眼 此外 还有网友发现 大合照中好像还出现了杨迪的身影 身穿灰色羽绒服低调坐在谢娜一旁 杨迪和谢娜本就是师徒关系 合作了更是无数次 所以俩人同框一点也不意外 要说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 那就是唐嫣和谢娜了 俩人同框看似意外 但实则一切有迹可循 而且还和张杰有很大关系 唐嫣和张杰在今年一起合作 录制了综艺节目《我们的客栈》节目中 俩人十分聊得来 无话不谈的他们很快就发展成了好友 甚至在彼此看来两个人是相见恨晚 唐嫣和张杰成为好友后 唐嫣还不忘主动关系谢娜 两个人在被偶遇到看话剧之前 唐嫣和谢娜其实就已经梦幻联动过一次了 在家更偏我们的客栈中 张杰感谢唐嫣送的外套 但殊不知 张杰所说的外套 实则是唐嫣送给了谢娜一件同款羽绒服 谢娜大方穿着唐嫣送的羽绒服现身机场 两个人感情好好 先是唐嫣送谢娜羽绒服 然后是一起去看张杰话剧 不得不说 俩人真的是火速成闺蜜啊 众所周知 唐嫣一直居住在上海 而谢娜张杰一家在去年的时候也搬到了上海 如今两家人变得不断熟络起来 感觉以后会有更多铜框 网友看后纷纷留言评论 关系真的非常不错呀 两位美女要友谊长存了 冒幻联动了 这友谊培养得太快了 对于好友张杰的话剧 唐嫣真的是不一余力地利捧和帮宣传 唐嫣先是在12号的时候 专门发动态为张杰打call 然后又在首场当天贴心送花篮祝贺 真的是在用心对待好朋友啊 不仅与张杰谢娜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唐嫣还十分受张杰妈妈喜欢 节目中 张杰就曾替妈妈公开表达对唐嫣的喜欢 并表示渴望拿到唐嫣的签名 有家人助攻 相信唐嫣 谢娜 两家人的关系一定会发展得非常不错 不仅有意的唐好客 张杰谢娜夫妻的唐嫣很好客 有网友发现 谢娜今日穿的红色微领毛衣 正是老公张杰穿过的 同穿一件衣服的两个人 妥妥的真爱无疑了 明â Exide onder称 2 你